十斤肉 吃了三斤肉 又吃了七斤 还剩几斤 董事长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面试题 任爷 这位臭女娃 你可不要看见了这道题 她的难度起诉 在百分之十九九九八五 臭女娃 这么大个大美女在这坐着 我小伙 牙刺得跟脚趾在一样 笑什么呢 谁瞅我就笑谁 老小伙 你嘴上给我积点得 你有本事把这道题答出来 你瞅 先给你机会 我来答吧 不就剩邻近了吗 错的离谱 要是这么简单 我还去她干什么 小大子 还是去赶你的报案去吧 我不 我必须看到正确答案 不然我就会放红进公司 哈哈哈哈 快来扔 扔着锅 把她给我开除了 董事长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这就去干活 哎呦 什么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 先下回答 我先来打 我先来 我先来啊 十斤肉 吃了三斤肉 又吃了七斤 我就纳闹了 谁这么能吃啊 能吃得完吗 这 你不要惯 吃不吃 怎么办 你只惯回答问题就行 这道题啊 肯定有问题 我可以不回答吗 可以 来问个报案 把他给我插出去 别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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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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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还是 哎 丑女娃 要不你来打吧 我先给你机会 你来 我打就我打 其实这道题很简单 是你把它想复杂化了 哦 丑老小伙 你看啊 十斤肉 吃了三斤肉 又吃了七斤 重点看着第三句话 是不是跟前两句 有什么不同啊 这没什么不同啊 嘿嘿嘿嘿嘿 不想跟你说话 丑女娃 你就别卖关子了 说呀 来 第三句话 缺少了一个肉字啊 就是说 吃的 不一定是肉 哇 也有可能是 大米饭 白面条 黑馍馍 总之 什么都可以 貌似有道理啊 那你告诉我 还剩几件 剩 剩 剩 那你得得得得得得得个毛线 最烦你这种 屁都不懂 还装的什么都懂的 二半吊子 你 我看到你 只请漫漫 赶紧把答案说出来吧 还剩下七斤 解释一下吧 十斤肉 吃了三斤 那不还剩七斤吗 这不很简单吗 那题目里还吃了七斤呢 那被鬼吃了 是吧 是吧 你这臭老小伙子 太笨了 我都想扁你了 我刚才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那七斤 不一定是肉 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那不对 题目里问的是 还剩几斤 并没有问 还剩几斤肉 这怎么讲 信口伺候 你自己看呀 你 看 我真如此啊 那董事长 我刚才的回答到底对不对啊 错他一扑 不得策了吧 那你来回答呀 我认为啊 韩胜未知经 胡说八道 因为啊 题目里面 并没有问 韩胜多少斤什么东西 所以未知 董事长 对不对 一按错的一步 那你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 为什么要告诉你们答案 万一你们把答案投入出去 一下子来两碗人面试 公司不给吉他了 反正你 你这道题啊 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问题 小伙子 别一别你 你 就怪地球没有盈利 没有能力 就进回去吧 我这里可不关烦 我要申诉 不好意思 我不接受你的申诉 你乃我喝 你们两位的机会 都已经拥完了 进回去吧 我这里不关烦 你个人 好 小伙子 继《冬 Lust有游泊》 你 我有个小伙子